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在這部電影裡面 你演的是 我演的是梁立翔的 男一號的主角 所以你要跟翁梓曼 對 我要跟他親嘴 是真的嗎還是借位 我的第一次送給了他 所以一目中文 那不平衡那是邱浩棋 我那個擁抱都沒有 對 你一定要強調就是文戲很值得看 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比較強調 音樂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樂龍 今天訪問是一部電影叫做 終極舞班的三位演員 哈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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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王子曼 我是邱浩棋 我是邱浩棋 我是Casper出小翔 三位好 嗨 樂好 一位美女兩位帥哥 謝謝 美女是歌手演員主持人 對不對 翁梓曼 現在演了我的第一部電影唱片 所以我非常的努力 然後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們這一部作品 因為大家真的都超用心的 是 我們先介紹旁邊這位小帥哥是誰呢 我叫邱浩棋 邱浩棋 邱浩棋 據說以前曾經跟翁梓曼是同一個練舞的地方 對 因為翁梓曼以前是台大熱舞社 熱舞社 對 雖然我是別的大學的 但是我很多朋友是台大熱舞社 然後他只要我在練習的時候 但重點你們應該不是同一屆吧 他是學姊啊 你幹嘛 你幹嘛 出外的美女 大家也不知道我幾次的關係 他學姊 大為一屆 所以那時候你又是跨校去練就對了 對對對 熱舞社都會這樣 所以終極舞班是一個熱舞的電影嗎 對 是一部街舞結合金劇的片 對 了解 金劇部分我們待會再透露好了 因為街舞的部分其實我們出現了一個 來自韓國的Casper 對 大家好 我是韓國的Casper 但是是中國人 謝謝 了解 上海人嘛 上海人 對 然後什麼時候去韓國的 大概六年前吧 六年前 對 為什麼你講話已經 已經怎麼了 有點外國人了呢 因為我本來講話就是這樣子 你在上海的時候講話就是這樣嗎 對 我在上海我都不講上海話了 而且我現在想講上海話也講不了了 因為我講上海話 我會撐著韓文一起出來 說說看 比如說我吃飯了 比較韓式 護語 對 比如說我跟我老爸說 吃飯了嗎 請教 然後就會加上一些韓語 請教 請教 就會 就會 我會 攪和在一起 了解 攪和在一起 攪和在一起 攪和 我覺得來台灣更愉快 為什麼 因為可以講中文 然後 可以交更多的朋友 因為在韓國的話 前段期間可能剛去的時候要 學韓語嘛 然後語言又不通 那就完全在宿舍裡 宿舍也是一部分 再加上也沒有辦法交朋友 對 所以就會比較 那段時間會比較辛苦一些 了解 後來是以哪個團體出道的跟大家講 後來我是以這個Cross進的一個 中日韓的一個混血組合出道的 然後在2012年6月7日呢 在韓國就出道了 然後2013年呢 在日本也有出道 所以呢 對 是Cross進的這個組合 了解 所以在這部電影裡面 你演的是 我演的是梁立翔的 男一號的主角 主角的角色 對 所以你要跟汪子曼 對 我要跟他 親主 你可以稍微講話 我會跟他 有嘴唇上面的 是真的嗎 還是真的嗎 還是真的嗎 我的第一次送給了他 真的 螢幕初吻 對 你要為我負責人 裡面是真的有吻性 真的 他說他的第一次獻給你 那你的 你的第一次沒有獻給我 為什麼呢 我的那個 螢幕初吻上面 在之前偶像劇有拍過 但是 羅伊 電影來講是第一次 對 對 對 好 所以打平 所以你滿意了嗎 其實我還是會有一點 覺得 有點不平衡 不平衡 對 那不平衡的是邱浩奇 你有出吻嗎 浩奇是追了半天 居然連個 Kiss都沒有 連個擁抱都沒有 可以找吧 對啊 所以 你演的是 我演的是陳軍的角色 然後是一個 他劇中的大陸的人民 對 就比較 國際化一點 我也不知道 一個有錢人 對 是一個有錢人 所以他的名字會比較 有氣勢一點 陳軍 對 然後 追了他一輩子 連一個擁抱都沒有 一輩子 對 這部戲是從 18歲演到80歲 從4歲 從4歲開始追他 小時候就開始追 對 開玩笑還是真的 所以他的設定是這樣 他到18歲已經game over 4歲 天啊 你和你失控好不好 他很失控 我以為他很心痛 其實是失控 很失控 我想了一下一輩子的這個詞 對 對 對我其實剛才先前 在錄以前 我就先說我們Casper 長得有點像某某人 對 後來立刻被同組成吐槽說 其實應該更像某某人 對 沒關係 講一下講得像誰好 好 我原來說 對我比較好心 我說的是誰 對 某某人 本來 你可以作證 本來樂文老師覺得 你長得像陳冠希 對 對 然後你覺得 長得像陳小春 後來Casper有說到 因為身旁很多人都說他像陳小春 對 一般我認真的時候比較像陳冠希 因為認真的時候 因為你不笑的時候 對 對 因為我覺得不笑的話 會有一種距離感 對 所以就是陳冠希加陳小春的結合就對了 我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讓大家更認識你們 對 來講一下這部戲剛剛有街舞的元素 也有京劇 沒錯 所以我沒聽錯吧 沒有沒有 是誰要負責京劇的部分呢 因為其實我演的這個角色在影片叫雨晨 然後這個女生她是從小叫京劇世家長大的女生 那所以其實跟他們的關係 其實整部片就主要是一個京劇世家的女生 那她是代表傳統的一個文化 跟另外一頭是跳街舞的 然後他們是代表比較西方文化 所以他們之間會有很多衝突跟融合 就是一個現代跟傳統之間 發生在17歲故事 所以其實很精彩 那陳君剛這個角色其實他就是從小 他也是在京劇的這個劇團裡面長大 可是後來他就離開了戲班 他離開戲班後來就跳街舞 對 所以其實是 是有一個很不一樣的連帶關係 然後他是從小跳街舞的 他是純西方的代表 看起來有點討厭 從小被受傷 對 從小被受傷 然後學會跳街舞 一般小孩子 有點叛逆 對叛逆的那種 然後比較孤獨的 是 可是好奇這角色其實也有點失落對不對 其實成功 因為你被算是逐出嗎 還是你自願 其實不是逐出 這個反映了現在有一些傳統找不到人 接班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不願意接班 對 不願意接班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這劇中的角色 劇中的角色 覺得說 是沒有多大的幫助 是一個沒有辦法放眼全世界的 喔 你嫌棄他了 不想要接下這個事業 這個傳承 這個文化 所以他就出國去 了解 對啊 那其實在 那這個女生 他其實就是從小 就真的是在西班長大 然後當然因為西班生活其實很苦 因為從小可能會練啊 基本的動作就很累 會被打什麼 所以他其實這個女生 其實從小也有壓抑自己的能力 那他其實有自己 他其實是一個可以跳舞的天才啊什麼的 是天才 可是他自己會壓抑 所以他不知道 然後他在這長大 其實他也是一個就是 因為他小時候就失去父親 所以他在戲裡頭 他有一個他很崇拜的偶像 他其實就是一個他父親的縮影 那京劇這一部分是 是朱駱豪嗎 不是朱駱豪老師 不是朱駱豪老師 是 就是 另外一個也是前輩這樣 那朱駱豪老師跟黃耀玲老師 是找我們京劇的老師 所以在裡面其實因為 像雨晨這個角色在裡面有一段 是真的唱京劇跟跳京劇的一段 真的是霸王別姬余姬這一段 所以等於說為了這一段 其實我們在前期籌備期 真的是很長的訓練期這樣 應該只有你吧 對 你要很長的訓練期 就是那時候是真的還蠻辛苦 因為等於是要花三個月的時間 要完成一個好像 從小到大都要那個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在訓練期之前 我就自己去找了一些紀錄片 然後真的去看京劇 還有每天聽京劇的音樂 就讓自己真的很像在那個環境長大 然後到正式進入訓練期的時候 就真的是從基本動作開始學 走腳步啊 雲手什麼的 可是嗓都會很難練啊 很難 很難 所以你現在真的會了嗎 所以她已經練成了 會了嗎 呃 也算 算是 因為其實那段時間 其實給配音了 蠻大的壓力的 但是大家看到電影就會知道 可是是你自己唱還是配音 自己唱 自己嗎 而且是直接現場來 對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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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秀 秀 起來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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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還是會有 我先問好了 通常這種比賽都會最後有一些比賽 所以你當然有去比對不對 那你有去比嗎 有 他也有比 你有比嗎 有 但是他那個比不太重要 你不是決定這部片的勝負關鍵的key person 其實我的角度是 如果我來編我應該是要把你變的key person 其實我的角色還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他會跟陳俊這邊一起跳 也會跟他這邊一起跳 所以等於是兩邊都會跳到 是怎樣是牆頭草 不是不是 這邊也好那邊 他在抉擇 我在處理一些事情 看哪邊出價比較高 不是不是 就是今天哪一個page 其實在裡面這個角色 基本上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在裡面我幫他們偷了太多 但其實這個女生是為了男主角 為了幫助他 所以去做了一些事情跟抉擇 其實他是犧牲自己 對 他是犧牲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兩邊都有跳到舞這樣 蠻特別的 對我聽起來這個劇情有點特別 對 通常就是他只能選一邊 對 所以裡面會有讓大家很 就是很驚訝的 所以請問一個是 曾經算是你的以前的黎原 都算師兄還是師弟 同期 同期的 對 大家離開又再回家 有馬的感覺 一個是新任的 對 有三小嘛 二十 幹嘛 就是說人家從四歲到十七歲你在幹嘛 開始我一直很想吐槽 剛說什麼 我會享受來台灣的這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講中文很快樂不覺得嗎 我覺得很開心 可以 是你自己要待在韓國 沒有人逼你 那韓國的話就會 現在也可以啊 我現在講韓文OK了 也很自然對不對 對 那比起講中文我就更快樂 更快樂 大家都聽了 因為漫漫以前都是走過度完美路線 對啊 請問演電影 他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完美了 其實就正好 比較完美 就是比較正常 我可以不理他 我繼續問 你覺得在戲裡面 你有展現出更人性化的你嗎 比較多的各種個性 表情 情緒 當然 其實我覺得演戲一直以來都是 因為演戲不可能一直笑笑的嘛 對不對 不可能那種精緻的表情 其實那是很不同的東西 演戲還是演戲 我覺得是兩回事 是 因為我覺得演戲就不是自己的東西 是 那個人 對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 是兩個人的東西 所以呢 所以其實是還蠻不一樣的 你有做到什麼最 譬如會讓大家驚艷的 然後嚇一跳的 其實在這部戲裡面 尤其是這個角色 因為他情緒很重 他裡面有很多情緒很重的一個戲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 像導演一開始找我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他一開始找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覺得還蠻難 因為他找一個會演戲 會跳舞 然後要肯吃苦的人 是 因為他其實要學很多東西 學很多舞碼 還有一些京劇這樣子 然後包含這個角色 他本身真的情緒很重 他不是一直很開心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 他有很多內心的東西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就覺得這個很有挑戰性 然後那時候我就還蠻開心可以見到這樣的角色 結果有困難的部分嗎 很多都很困難 我覺得最困難當然是 剛剛講到京劇的部分是最難 因為其實很多 真正表演京劇的人 他們一定很多是科班出身 所以很多年 二十幾二十 所以我要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 再學這個東西 甚至是演出 所以那時候其實給自己壓力真的很大 但是那時候 有一場戲就是剛剛講到最重的那場戲 那場戲演完之後 那時候演的那場戲是說 他一個人在舞台上 然後他在情緒最重的時候 唱了那一場戲 因為他以前其實就是很壓抑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一起來 這個女生都是在演一些旁邊的角色 直到那一刻 他被所有全世界的人誤會 然後犧牲自己的那一刻 他媽媽就叫他去唱吧 所以他唱人生第一個主角 就是《霸王別記》裡的余姬 就是跟余姬那個角色其實是無印的 就是四面楚歌聲 所有人都就是誤會了 支持他 對 要他死 所以那場戲很重 然後他是很難過 心情是最重 在他一個17歲女孩身上發生那麼多事情 所以 其實那場戲就是等於我一個人上去 要唱完那個唱段 然後就 就是結束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 結束的時候 有工作人員就來跟我說 他說 我剛剛常聽到哭 所以那時候是我最開心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之前努力這麼久 很辛苦 感覺是真的有被人家肯定到 然後那時候金劇老師也有講到說 他說他覺得 哇 因為他覺得我才學幾個月 然後他覺得這樣的聖誕跟唱 他覺得是很到位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很奇怪 這現在有點哽咽了 就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想到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其實真的還蠻苦 那時候演完那場的戲結束的時候 其實我情緒有點收不回來 我還是很難過 是嗎 對 為什麼Casper在旁邊好像一副 因為我在戲裡 你對這個戲 你有看到那個戲嗎 還是你不在場 我到現在其實還沒有看完整的 因為我在韓國 他們試片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過 對 他那時候還沒看到 他你還不知道他演得多好 但是我很 我很就是驚訝的是 他的這個 詮釋方式 他的語言的表達 你說他現在描述 對 用這些成語來四面 這種的東西來 哇 原來你一直想看了他 沒有沒有 你一直看他的美貌 沒有看到他的內涵 沒有看到他的內涵 對阿 他的大腦真的很發達 發達 這個很聰明的意思 他在台灣大學高材 太長了 好神奇 你看他根本不認識你 他穩了你 他穩了你 但是他愛的都是皮像的你 很細膩的他 那浩傑 你演這齣戲 有沒有覺得最大的收穫 這齣戲最大的收穫 我覺得就是這個題材吧 因為我本來 賺了很多錢 你很愛跳嗎 對阿 因為我本來就是dancer 就是職業的舞蹈老師 然後 出來演演戲 學表演大概四年多 然後 今天有一部戲剛好是需要會跳舞的 我就回想到很久以前的那些回憶 然後包括在練舞排舞的那些老師 其實都是以前的夥伴 對 你就覺得說 兩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可以結合在一起 真的是很難得的我覺得 沒有 如果賣得好的話 是不是就有 終極舞班 二 六班 七班 四 六 那時候可能你們會跳不動吧 跳不動 我可以做著跳手指舞 他很厲害 他會手指舞 就是 就是只靠手指 只靠手指跳舞 用自己的手指 你現在表演一下 要看嗎 腳指也可以 腳指還沒練 還沒練 穿鞋子 不太讓他露出來 所以就可能 對 我們看一下手指舞 好 好 手指舞 手指舞的 首先呢 大家 有看我們 頭髮舞 還是大家都不好 對啊 我只有舌頭可以 好 你準備 Ladies and gentlemen 開始 開始了 手指舞 很靈活 接下來要表演的是 腳指 開始了 我要回去練一下 腳指也太難了 沒關係 那我們就來手指好了 所以你要來了舌頭舞 沒有 蛇舞啊 蛇舞 蛇舞要在劇中 如果大家收看9月23號 在戲裡面就有 蛇頭舞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樣說我們要退票 我告訴你 現在消費者權益高漲 對 說那個文圖不符 對啊 好 剛才影響是9月23嘛 對不對 對 全台灣大家有多少間戲院 可以看得到呢 大概有40間戲院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片 40加 嗯 那個加是 以上 40以上 所以各地都看得到嗎 對 所以票房有什麼期待嗎 其實我們還 其實我們還 這部片是因為 像我們羅宋奇導演 他也是非常認真的 欣瑞導演 他今天有得過金馬獎 那他其實在特效方面 也是非常厲害 那在我們這部片裡面 其實他也是超用心 因為這也是羅導演的第一部 劇情長片 對 那對我們的演員都是 我們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所有人都超努力 超頻 那這部片我覺得最不一樣的是 其實在裡面的跳舞的部分 大家都很專業 而且有很多得到冠軍啊 或是很厲害超楚的 舞蹈界的老師都在裡面 那在劇情方面 其實也有很多資深的前輩在裡面 然後還有我們劇情方面 其實也很看重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裡面 大家不只是看到 跳舞的熱血 也可以看到劇情裡面 追求夢想 然後在17歲那一年 大家一起努力的那一個日子 所以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文系武系都值得看就對了 對沒錯 慢慢就要講這件事情 對 還有愛情 還有就是文系就對了 還有文系 應該強調就是文系很值得看 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比較強調 原來是和樂裡主要的一條 OK 謝謝三位為大家帶來這部電影叫做 終極舞班 現在有花票房 好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